现在我们就要讲 预算模板怎么来做 预算模板的体系 意义和标准 经常我们都在讲 模板模板 只要有了模板 感觉有了一切对吧 不光是在讲这个课程 包括有时候我讲什么分析的 资金的资产的课程 同学们总会问 龙老师你有没有模板给我一个 我非常不能理解的一点 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有了模板 就能搞定一项工作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 特别是对于管理类课程来讲 你的模板会大大的 限制你的整个思维 因为我给你的模板 是我觉得OK的运用在我的公司当中 但是交给你的时候 很可能误导你 跟你的公司业务水火不相容 所以我把 模板的整个原代码 底层基因告诉你 有了这些东西 你就是模板 模板就是你从今以后 不要再问任何人要模板 好了 预算模板的体系是什么呢 看好了 你觉得只是几张表对不对 预算模板是个庞大的体系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首先你得有一个公司 预算的基础的数据 这些基础的数据 就是你日常经营活动 累积下来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你的基础资产有多少 你的固定类支出是什么样的 你的材料的采购的单价和销量又是什么样的 你材料的产品的单位的材料的消耗量一般是多少 你的营销费用率是多高 你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是什么样的 你的预收预付的比例又是怎么确定出来的 所有这些你日常经营活动当中积累的点点滴滴 都构成了你编制预算的基础数据 要不然预算从哪来的 你说我凭想象 你所谓的想象 其实也是这些经验数据 告诉你 有了这些经验数据 OK你就可以做一个计划的底稿 其实这个计划的底稿 我觉得不一定 不一定 非得需要一个完善的表格 甚至于你拿个纸手写写画画 把这些数字算出来 也算 也算 我觉得这个计划工作的底稿 它应该遵从这个原则是什么 尽量完整的反映咱们基础的数据 如果你觉得表格会限制你 不要表格 管理类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工具 限制你的整个管理的真实的状态 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那么有了这些计划底稿以后 你就可以把相关的内容进行汇总 比如说你的销售计划 明年向谁销售多少 对你的单价是多少 出来的收入是多少 而这个收入我当期收限多少 我的放款政策是什么样的 同样我的现金流也出来了 而我有了我的整个销售的计划 我对应的我的产量应该是什么样的 产量确定出来 我的采购计划有了 采购计划出来以后 我的整个存货最大项的应付账款相应的资金内容也有了 而我有了采购计划对应我的整个生产过程 我当个产品消耗是什么样的 料工费应该怎么配置 我对应的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 制造费用全部也出来了 OK 还有我的固定资产的构建计划出来以后 我相应的折旧也会受到影响 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我的整个成本计划 这些东西 它不是靠模板能够解决的 各位 模板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建立一个数据填字的方法 核心在呢 核心在于你能不能知道 能不能知道 销售计划的确定会如何影响采购成本现金和固定资产 所以我觉得预算工作要做得好 很大很大一个前提 你对你们公司业务了解不了解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其实预算要把它做好的可能性相当小 算是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现实的话题 那么有了计划底稿 很好做的就是预算的表格 什么叫预算表格 就是你手里面拿到的那些 什么收入啦 成本啦 现金流啦 费用的预算 这些东西是后面我们重点讲的 我会告诉你 通过这些表格 怎么把前面的所谓的计划底稿和基础数据这些工作串起来 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预算思想的交流 只是告诉你一个模板 没有多大意义 然后有了预算表格做出来以后 你需要一个什么来指导它呢 就是预算的指标 编完以后 合不合理 合不合规 能不能实行 全部通过我的预算指标反过来去看 我最后发现我的收入实现了吗 我的成本实现了吗 我的费用实现了吗 就说你整个编下来 至少要看得出和我预算指标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预算表格最后反映出来的就是具体的预算指标的一个测算了 这一大堆东西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第一个 预算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是由基础数据决定的 大家对这个应该没有任何意义啊 又或者预算指标是可以改变的基础数据吗 什么意思呢 既然我整个预算的真实性可行性是由这些基础数据所决定的 他们越扎实 我做出来的预算越真实越可行 但是有一点 我用这些真实的基础数据做出来的预算 如果不能够满足预算指标的要求 问题来了 我应该改预算指标 还是应该去改我的基础数据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决策 为什么 这里面涉及到了上下级之间业务和财务之间相互的博弈 比如说我的材料成本超过了我预算的标准 很显然跟我材料的采购的单价和使用量相关 而我的单价和使用量跟什么工作相关 采购的整个工作相关和我的生产的整个工作相关 生产的效率 采购的合规性 我以前就只能做到这个单价水平 现在你要让我整个材料成本下降 我必须动我单价 我怎么去想办法呢 或者说我有没有空间去挖呢 这个问题教给大家 听的过程当中想一想 整个预算过程当中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基础数据对预算编辑的作用在于提供预测的基础 还是说提供了预测的逻辑呢 这就是基础数据 这些东西是为了把我们表格填黑 数字填满 还是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告诉了我们整个预算的运行的逻辑 单价销量决定了收入 单价高和单价低 会不会影响我的成本 销量高销量低 会不会影响我的单位成本 我的单位成本当中的单位变动成本和单位固定成本 又会怎么变化 我就问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大家 能想得出来吗 如果你能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 恭喜你 你就已经把基础数据对预测的逻辑 这个掌握了 这个就是预算当中核心的核心 你在审核的时候 预算表格模板设置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简单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其实这些东西最多是提供了一个基础数据 用来把表格填满 但这个过程我在后面会讲给大家 段给大家传递这种方法 第三个 是我的计划底稿和预算表格之间到底是上下关系 还是一个前后关系呢 有朋友说什么叫上下关系 上下关系就是谁决定谁 前后关系什么意思呢 我是你的基础 自然而然的就发生 推动了你的产生 如果是上下关系的话 各位朋友 我的预算表格当中的数据 会直接倒过来 决定我预算底稿当中的一些数据 变动 这种变动有些是合理的 有些就是人为的改动 比如说 我的采购计划当中 我要采购多少 和我的量和价相关 而我的量和价和我 又与我的销售计划当中的销量 有关 产量和销量之间有关系 最后我发现 我预算表格当中的成本 或者收入这个数字 通过我原先的计划底稿的数字当中 无法完成 或者满足不了 我可能就去会修改我的计划底稿 这个计划底稿 实在就是你大佬思想当中 那个数字你会去调整它 这个调整 如果是出于通过对经营活动合理的判断 我在下一个年度应该努力的方向 从这个逻辑去做的话 那么还好 说明你是在按照这个预算 去要求自己不断的提高 但如果只是为了把这个预算表格 填的满足预算指标的要求 那很不好意思 整个预算的基本的顶线被突破了 这个预算是否可行 就变成了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 预算表格上来的时候 大家填的第一版 差异很大 第二版乱七八糟的各种改动 上会前的最后一版 基本上七七八八 改的都和我们原来定的预算的原则差不多了 结果到了一年末结束的时候 又回到了最初编制的最早的那个状态 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底稿和预算表格之间 到底是上下关系还是前后关系 上级的这些 总部的预算管理办公室的领导和预算管理委员会的领导 是如何来定义预算表格和这些真实的基础数据之间关系 讲到这说了有点多 把预算的一些深层次的内容 算是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要考虑这些问题啊 预算表格设置的时候会用得到 同样的 还有 计划底稿 解决了预算数据填列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通过数据的填列 解决了预算可行性测试的问题呢 这个通过前三个问题很好地就能够理解 如果我填出来的东西不满足你的预算表格当中的那些指标的要求 我是因为我填的不好 还是我对下年没信心 还是说你的预算原则设置的有问题 这三个问题得出的最后结论和要解决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在预算表格设置的时候 你要把这一点暴露出来 预算表格和指标是预算编制工作的终点 还是说 这个预算编制过程是咱们的整个循环的新的起点 我预算表格整个编完了 是不是我整个预算的编制工作就完成了呢 还是说这是我的一个下一个工作的起点 其实是一个很好理解 如果欧巴拉认为是一个终点 那么整个预算的指标的内容 数据的内容 全部结束了 但如果我把它认为是一个起点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动态化的预算管理的过程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咱们经常讲动态化的滚动预算 过程管控 实际上我们经常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预算编完就完了 你说的你在滚动 实际上你是固定的 根本就滚不动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和管理上面 对预算怎么看待所决定的 等会儿咱们预算表格的编制相关 这个算是我给大家讲的 预算模板的整个体系有这么多的内容 但是我们讲这个体系的时候 记住了 我们在第三个课程当中 这个课程当中 重点讲的是这一大块 预算表格的内容 而预算的底稿和数据之间的 这个衔接的内容 我们会放在第四个课程当中 预算模型的搭建 因为这两种的思维方式 还有点不一样 但是你听完第三个课程 至少整个预算表格有哪些 怎么样去设置 框架当中的数据怎么填 你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我们再来看 预算模板设置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意义不是聊着玩的 这个意义讲给你以后 你要知道 你的预算模板设置出来 能不能达到这几个目的 它相当是个标准 第一个 预算模板 差践了个框架 框架的作用是什么 预算特别大 但是我们得先把它做小 预算工作从原则的确定 一直到最后的预算的评价 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对吧 这些内容 你总得找到一根主线 把它给串起来吧 你说每个都是散的 那这个预算工作 都可以把你给拖死了 所以预算很大 先做小 用模板搭建 整个编制的框架 它不是散的 它哪怕数据再多 你都用一个网 把它给捞住 最后你把它捞上来就可以了 第二 预算模板是要说明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预算非常的远 我们先把它给做紧 或者说预算很长 先做短 预算从你们的 总部的预算管理委员会 一直到最下面的 预算的执行单位 从预算的原则的确定开始 一直到咱们预算的 最终的执行和评价 很长吧 整个过程和流程特别长 怎么办呢 用模板来阐明预算的整个的逻辑 你看到这个模板 我就知道了 你们的预算原则是怎么定的 你们的预算的整个的 鞭子的要求是什么 你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状态实现的过程当中 每一步的行为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没做到应该有什么样的惩罚 做到了又有什么样的奖励 这个才叫一个好的预算模板 当然不一定会有这么全 但至少我能看得出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 这个我能看得出来 所以有的朋友 把他的预算编辞完了 有时候交流 来我看一下 说麻烦老师你看一下 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啊 你们到底想干啥 预算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我看到你这个表格 通过这些数字 我大概能猜得出 你们想干啥 如果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这个预算也变得稍微太抽象了一点 不好用 最后一个就是要把关系 给它拉近 预算很远先坐近 想一下各位朋友 你们每年和下面公司进行预算沟通的时候 除了年初和年末这两个十点 基本上平时就是个经营分析会的沟通 而且那个经营分析会的沟通 基本上是上级公司管理层 对下级公司管理层 管理层对管理层 你们很少直接深入到哪去 深入到经营层当中去 而经营层是真正决定 咱们一个公司预算完成好坏的核心关键 你如果能够把整个预算的思想传递给他 每一个员工都知道我做什么事情 对公司有利 对我有利 我不能做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你整个预算就会管出一个新高度 但问题来了 怎么让他知道呢 预算模板 实际上预算模板它会有层层往下 然后再有层层往上 预算编制就这么个过程 下了原则 然后上面编反过来 如果下面的具体的操作的这些同事 他们通过预算编制明白了 原来总部整个集团 或者说股份公司的核心层 是这么考虑咱们这家公司的发展方向的 我在预算编制的过程当中 我在跟总部的预算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哪些是我的重点 哪些是我应该限制的 相当于你把预算的思想底下 所以预算模板 重要的地方是体现在这儿 不光只是数据收集的作用 数据收集只是个形式而已 重要的是这些东西 OK 那么预算模板设置的意义是这些 那么预算模板设置的标准呢 给大家讲三个标准 其实它标准有很多说法 但是我觉得在实务工作当中 讲这几个 第一个 数字化的表达 整个预算的模板 用数据来说话 有朋友说 那你还写说明干什么 兄弟 数字化的表达是 定量化展示的另外一种说法 定量展示除了用我的Excel表也可以用Word文档的方式来说呀 而用Word文档是对那些用单纯数据无法说明的内容进一步的补充 所以你不要觉得数字化就不需要文字 不是这个意思啊 把它看浅了 所以咱们数字化的表达 是要将经营的目标过程内容 转化为数据化的方式展示出来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表格的作用 第二 所有的数据应该是可测定而且可追溯的 什么叫可测定 很简单 这个数字 我能不能通过我的数据系统 快捷信息系统 业务系统 算得出来 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你想出来的也可以 你有没有一个模型推导的过程 什么叫模型 就是说我要实现这一个目标 我有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我给你描述清楚 也叫模型 第二 可追溯 什么叫可追溯 这个数字正确不正确 对不对 能不能实现 我能够找到编织这个数据的人 这个能是虚子 实际上就是找到这一个逻辑过程 在这个逻辑过程是由能来完成的 所以我就说能了 这叫可测定可追溯 第二 所有的表格应该是公式化的关系 什么叫公式化 相邻数据之间 应该是以因果关系联系的 什么叫因果关系联系 因为你在一月份的收入进度 应该是这么多 所以我总的收入 省以你的这个进度 得出一月份的收入 绝对额 应该是这么多 因果关系 因为你的毛利率水平是这么多 所以我这个业务的总的收入 省以这一个毛利率 就是我的毛利额 再用我的这个收入减去 这个毛利额 就是我的成本 就是你这个业务 应该发生的成本 因果关系 明白了吗 你不能说相邻数据之间完全没有因果关系 那就完蛋了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A和B之间有因果关系 结果你破坏了 直接填个A 直接填个B 看什么玩笑呢 第二个 经营过程都应该有数字过程的展示 只要是经营活动 我应该用数字可以把它勾化出来 你说没办法 有些东西只能定性 不可能 经营过程当中的这些收入成本利润 现金流相关的 必须用数字表达 其他的东西可以用文字 或者说定性 比如说你没有重大安全事故 OK 这个只能用一个文字表达出来 你说我还把它细化为 有比如说我的这个定量的 我的这个安全事故又是什么样的 那个就没意义了 最后一个 是我模拟化的一个架构 这个模拟化的架构是什么呢 整个公司的经营过程 通过你这个表格 实际上我已经把它用数字的方式 虚拟的展示出来了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任意要素的变化 都会联动其他要素的变化 收入一遍 整个预算表格从头到尾全部变化 我的费用一遍 从费用起点开始 我后面的所有相关的利润 现金流内容全部变化 我的资本性支出一变化 相应的 我的整个成本的 折旧那部分的内容会发生变化 同时我的现金流相关的支出会发生变化 我的现金流一变化 我的筹资活动也发生变化 导致我的财务费用也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变化一个东西都可能连动其他要素的变化 这一点的难度在于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随便问你们公司某个业务某个内容发生了变化 你能够一连串的完整的告诉我 哪些内容相应的也应该发生变化 如果你具有这种技术的储备 实际上预算审核对于你来讲太简单 它变了什么样的内容 相应的 什么样的内容应该发生变化 一连串的都应该发生 而且你知道 这种发生 它是一个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也应该能够判断 如果具备这个能力啊 整个预算模型的搭建也好 审核也好 会变得非常简单 最后一个 是一定范围内的数字的变化 不会动摇经营架构 什么叫经营架构 我收入变了 我整个经营架构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头到尾全会变化 但如果我是某一个 比如说管理飞行这个项目发生变化 我经营架构完全不受影响 很简单 为什么 我大不了 就指我后面的这些利润相关的内容发生变化 现行流部内容发生变化 明白了 这几个是我们设置的标准 数字化的表达 公式化的关系的展示 以及模拟出来的一个结构 其实这里面的标准 不是对表格的标准 说白了是对咱们预算管理能源 和从事这项工作人的能力的要求 看出来了吧 OK 既然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内容 这一件事我们都在告诉大家 也有这种感受的一种区块 也有点可能会采取这个 另一边 请讲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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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